许氏亲自上前招呼桂嬷嬷 恭恭敬敬地将人请回场内 对吕瑶却不至于白脸色 却也是平平淡淡 在没了新媳妇入府时的那骨子热露 此时 人们的目光全部都集中在桂嬷嬷身上 就等着从她口中 能爆出什么足以引爆京城的大料来 凤宇恒却是越过桂嬷嬷 往姚叔那边看了去 只见她此时正一手扶着吕瑶 一手倾满她的肩 好似一副疼爱模样 她心里咯噔一声 这时 就听到桂嬷嬷大声宣布了验声结果 经老奴亲自验查 姚家少夫人吕瑶 乃 完毕之声 桂嬷嬷一句完毕之声 对于外人来说尚且不觉如何 但听在凤宇恒等人的耳朵里 却是犹如雷击 她甚至已经看到 吕松也明显地露出差异之色 虽说立即掩藏起来 可还是露了一丝痕迹在外 看到凤宇恒面上不解 那桂嬷嬷一脸的无奈 看着她似要说些什么 却被凤宇恒一白手给拦住了 只转了头冲着姚叔道 是大表哥亲自陪着去的 想必事情原委大表哥应该也清楚了 现在屡措一案已结 宫里头赏连给的这份荣耀 也验看完毕 那喜事就还是喜事 相信外祖父和舅舅舅母 也不会再行追究 姚叔感激地看了凤宇恒一眼 随即带着吕瑶面向姚家人 双双跪了下来 吕瑶主动冲着姚家众人 磕了一个头开口道 媳妇今日进门 却不想身边下人给府上 惹出这么多祸事来 以至于这一场喜宴不欢而终 都是媳妇的错 她话语诚恳 目光也十分真诚 媳妇自知罪孽深重 但从今往后 定当安心侍奉公婆 侍奉祖父 恭敬书婶 有爱弟妹 一心当姚家是我自己的家 求长辈们宽与姚儿今日过错 说罢又是一个头科下去 姚家人本就良善 除去姚显心里有几分算计之外 吕瑶这些话 说得其他人都已然心软 就连姚敬俊都不忍在家责备 姚叔也与吕瑶并排跪着 倒是没说话 可那态度摆在那里 是打定了主意 要跟媳妇共欢难的 许是最先绷不住 上前两步将吕瑶给搀扶起来 拍着她的手背说 好孩子 快别哭了 今月之事也怪不得你 女孩子出门 本就该兄长轻送的 你兄长应在外省赶不及送你出门 急着来府上见一面 也是在情理之中 至于那丫头的事 好孩子 听娘说 用丫头 还是得用老实的 会功夫的虽好 但毕竟有功夫在身 难免胆子大 也容易给主子招惹或是 吕瑶满心感激 频频点头 一边点头 一边抹着眼泪 可紧接着 就听到姚叔在边上说了句 不但那个会功夫的丫头不好 你的奶娘和另一丫头 也送回吕家去吧 吕瑶一正 那两个奴才还跪在地上 听到姚叔如此说 拼命的姚头 想要为自己再争取争取 可是姚叔狠狠的一副秀 心意已决 你二人心眼不好 除了是不自省 反倒是一盆脏水 泼到恒妹妹头上 这也就是 我们恒妹妹有本事 没让你们欺负了去 若换了旁人 岂不是就被平白的冤枉了 头一天入府 不说帮着你家小姐积德 反倒是行这种损得之事 这样的人不配留在我们姚府 说吧 竟回过身去看向 依然跪在玄天华脚边的吕松 扬声问了句 吕相 下官说的 大人可认同 吕松此时还能再说什么 虽说官居正义品 可在姚家人面前 这正义品的官 还真是不算什么 有姚显那个无冕之人 站在那处 他一个丞相能抬得起头吗 于是赶紧附和着姚叔 贤婿说的是 只是往后可不能再称吕相了 要叫阅长 姚叔点点头 没说什么 可在回望间 却是有意避过凤与恒和姚显的目光 他知道 这个家里最精明的人 一个是他的表妹凤与恒 再一个就是他的祖父姚显 这事既然已经如此 他总是希望能够平风浪静地度过 眼见姚家吕家 这头案情已了 也已握手言和 姚府立即吩咐厨下重新备菜 喜宴该进行 还是得进行 总不能因为这个事而生了尴尬 再何况才出了人命 总也好用的喜事冲一冲 贵嬷嬷请了辞 由凤与恒亲自送着出了府门 直到远离府内喧闹 贵嬷嬷这才拉着凤与恒往边上紧走了两步 然后开口告罪道 郡主 老奴有罪 凤与恒反问 嬷嬷可是指那吕瑶的完毕之身 贵嬷嬷点点头 实不相瞒郡主 老奴说了谎 那吕家小姐根本不是完毕 不但不是完毕 那身子明显是幼时就已经破了 事才验身时 姚家大少爷就在屏风外候着 那吕家小姐也是个有主意的 老奴这边刚验完 他立即就绕过屏风 去给姚家大少爷跪了下去 老奴被赶到屋外等候 隐约听到吕家小姐一直在哭泣 大少爷最初怒吼了几声 后来也就软下去了 不知道吕家小姐都说了些什么 既让大少爷在唤老奴进去时 主动要求老奴 不要将此事说出去 还说事关姚家脸面 而且姚家毕竟不是皇族 这事说起来 也是姚家门起门来自己的事 无关皇家清誉 就让老奴千万卖他一个颜面 不要让这事传得风风雨雨 让姚家的脸没触鸽 老奴没办法 只好照着大少爷的话办 请郡主恕罪 凤与很苦笑 人情是姚叔开口求的 他能怪罪什么呢 这件事情说到底是姚家之事 他是个外星人 表亲而已 能力尽到就行了 该知道的 让他们知道也就算了 至于是敢是留 还是得看姚叔自个儿 嬷嬷辛苦了 他拉起贵嬷嬷的手 这一趟本就是不合规矩的劳烦 嬷嬷肯来走这一趟 阿恒已经十分感激 怎谈得起数罪二字 哎呦 郡主您这样说 可真是折杀老奴了 他这话一出口 几乎就在同时 手势就被塞了一张银票过来 但听凤与横道 也请嬷嬷帮着周旋一二 这嬷嬷哪 还能不明白他的意思 赶紧道 郡主放心 姚家媳妇是得了宫中荣耀 才经得起这一次验身的 这是姚家之光 凤与横满意的点了头 这才让马车送了贵嬷嬷回去 再一转头 却是姚显也跟了出来 就站在身后不远处 凤与横叹了一声 走过去 将前后经过给姚显说了一遍 然后也表达了自己的意思 爷爷 这事管不了了 姚叔自己选的路 就只能让他自己走下去 只是这吕姚进了门是进了门 可得看好了 莫再让他今后兴风作浪 平白地让旁人受了欺负去 哼 姚显的脸色很是难看 不由得咒骂道 这顾的是什么脸面 姚家的孩子 怎得如此愚钝 那样的女子进了门来 往后姚家 还有安宁日子 可过 她可知她一时妇人之人 却是要害了姚家上下提心吊胆 真是不争气不成气 她骂着姚叔 同时也感慨着这个时代 这古代孩子 真不知道都是些什么脑子 要面子不要李子 她娶那么个女人进门 不恶心 凤语恒苦笑 爷爷 话要是这么说 那可真是您糊涂了 嗯 姚显一时没反应过来 我糊涂什么 凤语恒道 糊涂了这个时代 不是古代孩子脑子有问题 您想想 这事如果放在二十一世纪 那还叫事吗 姚显一证 立即明白她这话的意思 是啊 古代还会有艳深一说 可时代发展到二十一世纪 谁还会在意 新嫁娘是不是完毕 人们脑子里 早就已经没有了那个概念 后世讲究恋爱自由 婚姻自由 是婚姻说更是风行 吕瑶不过是生错了时代 换了后世的想法去看这件事 那吕瑶若非心眼不正 完不完毕的 倒还真不该是她放在心上的事 这样一想 姚显心里倒是宽松许多 却听凤语恒自语道 真不知道时代的发展 究竟是好是坏 姚显一苦笑 拉着她又回了府里 回去时 吕松已经从地上站了起来 许是跪得久了 走路不是十分利索 可他人既然来了 也就不好立即就走 还是赶着到姚敬军那边 不停地陪着不适 凤语恒小声对姚显说 姚家的人耳根子软 心肠又太好 我最担心的就是 日后吕瑶发难 姚家人都不急应对 姚显也没有办法 个人有个人的命 如果姚家人能借此成长 倒也不枉吕瑶入府一辱 若是轻易地 就被一个小丫头给收射去 那姚家纵是兴旺发达 将来也是要弱人残害 不过你放心 多年荒州生活 现在的姚家 也不是从前的姚家了 至少若在发生 你们娘撒那样的事 姚家总有能力保下该保之人 也有能力与其抗衡 凤语恒点点头 这样就好 二人便不再多说 一前一后地进了正院来 凤语恒自然是去跟玄天明说话 姚显这头 却已经被吕松拦了住 那吕松对姚显倒是十分恭敬 再加上今日错在吕府 他更是不敢有半点造次 恭恭敬敬地给姚显赔了礼 直到见姚显点了头 算是硬下 这才长出了一口气 该赔的礼也都赔了 他却也不能马上就走 又往七皇子玄天华那里看了去 毕竟今日是七皇子那边 把他给叫来的 现在是他收了 礼也赔了 想来也该回去了 但走之前还是要跟玄天华打个招呼 于是吕松走上前 恭敬地又行了礼 小心地问 淳王殿下 您看这事 微臣做得您还满意 玄天华也很给面子地点了点头 吕松的心总算踏实下来 笑着道 那微臣就放心了 说起来也是微臣有愧于姚家 今后定多多亲近 玄天华对此倒是没有什么表态 只是提醒他 主要是你们吕家之人诬陷基安郡主 这事本王很生气 呃 吕松暗道不好 淳王殿下的意思是 微臣亲自去给基安郡主下跪赔礼 赔 玄天华开口 自顾地道 这倒是个好意思 那既然要赔 你是打算割地还是赔款 割地还是赔款 吕松几乎以为自己听错了 正正地看着玄天华 却听对方道 怎么 本王表述不清 清 实在是很清 以至于好多人都听见了 此时正扭头往这边看过来 有人心灾乐祸 有人也是心生畏惧 直到 果然 七殿下的气可不是白生的 不过玄天华还是怕他听不明白 又细致地将原委给众人讲了一遍 道理是这样的 这起事件惊动了金赵颖 主要是吕家状告基安郡主凤宇恒谋杀 吕措 而经金赵颖公开审理 案件很快水落石出 事实证明 人不是基安郡主杀的 所以 这场官司吕家输了 既然是输了 自然要向基安郡主支付一定的赔偿 所以 本王问你们吕家 是割地还是赔款 吕松抹了一把汗 至金日之事定是逃不掉了 于是硬着头皮问道 敢问纯王殿下 这个割地怎么割 赔款怎么赔 玄天华说得很干脆 割地就是 你将你们吕府名下所有店铺 庄子田地的地契拿来 本王也不全收 只收其中五成 但这五成的本王来挑 而赔款 那自然就是赔银子 吕松的汗帽的更甚了 五成地契 来得他自己挑 那不得把好的全挑走了 吕家以后吃什么 当下便在心中下了决定 不行 割地肯定不行 于是壮着胆子问了句 那如果赔款赔多少 玄天华从容地道 至于赔款 这种形式的赔偿 对于基安郡主来说并不陌生 想当初千州赔过 总随意在他的帮助下 向朝廷赔过 所以本王想 这个数额 基本上算是有了范力在先的 吕松一政 殿下 千州赔给基安郡主的 那可是五百万两黄金啊 臣就是搭上身家性命 也没有那么多黄金 玄天华点点头 这个自然 本王也不会太为难你 所以对于你的赔偿 只需五百万两白银即可 吕松倒吸了一口冷气 五百万两白银 这七殿下要的可真刁钻 数额控制在了他能接受 但也实在肉痛的范围之内 现在就两条出路 要么开罪七皇子 当然 这也相当于开罪九皇子 基安郡主 以及大皇子二皇子等等 与他们关系 要好的皇子 这个他担不起 第二条路 就是心甘情愿地拿出五百万两白银 那虽说不是吕家钱财的全部数目 可也实在是动了筋骨的 少了这五百万两 吕家一时之间 不说捉襟见肘 可再行起事来 也不再像往日那般从容 吕松拧着眉头站在原处 实则已经在考虑 没了这五百万两银子之后 吕家 要想什么办法用最快的速度 把这个损失给补回来 可是想着想着 却又是想出了一身冷汗 不对 不能给银子 正义品官员 他还是才上任没多久的 朝廷愤怒在那里摆着 他们吕家生意经营上的收入 也在那里摆着 这是一笔与他们俯上光明正大的收入 不成比例的银子 再加上适才吕姚 不知道用什么方法 让那贵摸摸镜说 他是完毕之身 这可是当众打了激安郡主的脸 如果这笔银子他真的掏了 到时候难免会被这些 盯着他想要给凤语恒出气的皇子们 定会联合起来 治他的贪污之罪 这么一想 吕宋的心差点没跳出来 直呼上当 当下便再不犹豫 冲着玄天华行礼道 微臣认割地 这就着人回去将地气取来 吕家下人在他的吩咐下 匆匆跑回府去 再回来时 手里便抱了个盒子 里头装着吕家名下所有地气 玄天华知道 在这点上 吕宋是无法作假的 所有田产地气 在官府那边都有备案 当然 如果吕府将一部分资产备案在外人名下 倒也是无从考据 不过看齐送上的这些东西 玄天华还是觉得至少已经掌握了八成 他认真的翻看这些东西 认真的一张一张的确认 时不时还跟吕宋问一下 这个庄子 可是京城东郊外二十里处的那个 吕宋连连点头 凤宇恒起了八卦心 就想凑过去看看 却被玄天明给拦了下来 小声同他说 放心 七哥不会让你吃亏 且看一个神仙 如何再为你敲诈一笔财富 他抿嘴笑了起来 这财富来得可真容易 若是总能这样 我还真巴不得 天天有人上官府去告我 官司输了 我就赚一笔 可是比自己经营来得快多了 玄天明气得直翻白眼 这什么媳妇 还能不能有点出息了 好歹也是堂堂一国郡主 怎么一天到晚就想着钱啊钱的 他那乾坤礼都快财宝库了 郡主府的地下室里也放满了经营 怎的还不满足 到底有多大的胃口啊 他细细思量着 不知道以后大顺国库的钥匙 该不该交给他管 这女人不会见天的 坐在国库里数银子 都顾不上理他吧 他一门心思都放在玄天华那边 只见一会儿的功夫 已经有一半的地气被其掐在了手里 此时正将挑剩下的那些 重新放回盒子内 再抬手地还给吕松 然后扬着自己手里的那些 五成 一张不多 吕大人可要再数一数 吕松好一阵肉痛 去世说什么也不敢数的 只连声道 不用不用 七殿下选好即可 咱们随时可以到官府去过名字 嗯 玄天华点头 这才看向凤与横 面上之前对着吕松时挂着的冷意收起 一瞬间便就附了如沐春风 笑容和煦 扬着温润的声音 冲着他招手 阿恒 过来 凤与横乐颠颠地跑过去 两眼放光 玄天华眼中笑意便更甚了些 随手将那些挑出来的地气递给他 看他满不满意 不满意七哥再让他们家 凤与横自然是乐意听这话的 可吕松心里却叫其苦来 割了地还不行吗 还得看激安郡主的心情吗 万一这位姑奶奶摇了头 那七殿下还跟他要什么 他腿肚子都有点钻筋 果然皇族之人不能惹 不管是暴力的九皇子 还是温润的七皇子 翻起脸来那都是催命的鬼 哪一个也不是他能应付的 想着 不由地拿眼睛去弯吕瑶 直到这货端 都是这丫头给惹出来的 为了他风光出嫁 吕家已经陪送了 不止于瑶家聘离两部的嫁妆 没想到 今日又搭了这些身家进去 可就在他弯吕瑶的时候 却发现 吕瑶也同样在拿眼睛弯着他 那目光比至他来更加歹毒 以前吕错那档子事 便也知 这是实在是家里对不住这个女儿 之前的气便也跟着消了些 罢了 人都送进姚府了 将来以后 还得指望他打好跟凤与恒这边的关系 不管来日继承大统的皇子是谁 他至少还抵了两块宝在上面 吕家不至于只一招风光 而这时 凤与恒也随手将那些地气翻了翻 很是满意地点点头 然后开了口对吕松说 左相大人 本郡主现在就着人与你们同往官府 咱们这地气 今月就过了户吧 吕松的心思赶紧收回来 连连道 那是 那是 可凤与恒像是又想起了什么 转头冲着姚敬军招了招手 大舅舅 你来 姚敬军不明所以 上的前来 但听凤与恒对他说 事情毕竟说在姚家 这些东西阿恒不要 全当是吕府给姚府的赔偿 大舅舅着人跟着吕香走一趟吧 早点把名字过呼到姚家这边 说吧又看了吕姚一眼 朗声道 东西送的是姚家 但无论现在将来 却绝不立在大表哥名下 大表哥对此可有疑 姚叔当然明白 凤与恒这话是什么意思 若在他名下 那就等于又回到了吕姚手里 他心里明白这个道理 于是很痛快地点了头 表妹说的是 姚敬军没想到凤与恒一下子 就把这么多地气 毫不心疼地赠送出来 惊讶之余 也惊叹于这个外甥女的手笔之大 这些年 他们姚家在荒州 也是听说了一些经里面的事 直到这个外甥女跟以前不一样了 却也没想到 竟然不一样到这种程度 大舅舅 凤与恒干脆将地气塞到他手里 拿着吧 阿恒别的帮不上 且拿这些给家里做添置 他说着 偏过头来看玄天华 七哥不会怪我吧 玄天华笑道 东西是给你的 七哥只负责给你要来 至于你要怎么用 那是你的事 区区二十多张地气 吕家肉疼 于玄天华来说 却实在不算什么 姚敬军此时也再不好交情 更何况姚显那头也扬了声来 收着 恒丫头给的你执拗什么 左右他明年嫁人 咱们也是要给他添装的 这么一说 姚敬军便再不客气了 乐呵呵的把东西揣了起来 干脆自己亲自跟着吕松 往官府去走了一趟 而姚显的一句 他明年要嫁人 却是说的凤与恒小脸泛红 再看在场众人 无意不是恍然大悟 明年就是继安郡主吉吉之年啊 吉吉便要大婚 这可是九皇子一早就说过的 想来明年的京城 将会有一场千古盛世 一时间 人们纷纷转移了注意力 开始乐呵呵的说起 凤与恒跟玄天明的大婚来 玄天明对此倒是很乐意听的 美得跟什么似的 气得凤与恒直瞪他 却在这个当口 府门外有个小厮匆匆跑了进来 身后还跟着个侍卫模样的人 但见那侍卫来到玄天华身边 弯了腰对他小声而语几句 玄天华的历史又沉了下来 二话不说 起身便走 出门时 玄天明拉着凤与恒 也一并跟了出来 玄天华见了也没多问 三人一起上了停在外头的公车 那个来传话的侍卫 也上了车来 带众人坐好他 立即便道 皇上又上门了 这次与上次不同 带了好多衣物 说是要常住 一直住到云妃娘娘回宫 胡闹 玄天明的火气 立时窜了上来 他不回去 朝廷怎么办 不上朝了 封印了 那侍卫说 皇上说了 让七殿下和九殿下 回宫处理朝室 玉玺就留在乾坤殿 二位殿下可随时取用 这一回 两位皇子十分齐心的说了句 不去 然后互相看了一眼 再没吱声 直到公车行到船王府门前 就见府门紧闭 一对侍卫守在外头 气氛十分严肃 带几个 下车进了府去 立即有下人迎上前来 直接把三人 引到玄天华所住的院子里 才一进院 便看到天武帝与张远二人 正坐在院子里商量的什么 天武帝说的眉飞色舞 张远扭着头 丑不都爱丑他 玄天华率先上前 礼也没顾得上行 只扬声问 父皇怎么又来了 天武帝很不乐意 怎么着 你的府邸老子就不能来 你可别忘了 这府都是老子 分给你的 没跟你要钱就不错了 我来住几天怎么了 怎么了 玄天华觉得这老头子 真是越来越不讲理 可他也不能跟对方应科 只能苦口婆心的劝 母妃住在这边 已经很让臣为难了 这淳王殿里里外外加了十层守卫 您说 您要是再来 而臣干脆绝都不用睡 每日亲自守着您二老德了 那你就守着呗 天武说的那是大言不惭 想你小时候 你母妃也是一宿一宿的不睡觉守着你 但凡有个咳嗽风寒的 他比你还难受 怎么着 现在长大了 换你来守着就不行 这不是一回事 玄天华在劝 您是皇上 日理万机 乾坤殿每日那么多折子递上去 怎么天天就总想着后宫的事 祖宗传下来的基业 这大顺家国天下 可都要您亲自操持 您说您住在淳王殿 还怎么理天下事 要什么事都得老子亲力亲为 那镇阳 你们俩干什么 天武帝吹胡子瞪眼睛地道 好不容易把你们培养成人了 连披个折子都不会 镇这事再给你们创造机会 坚果 坚果懂不懂 只有你们学会了治理天下 将来有一天朕不在了才能放心 玄天明实在听不下去了 这越说越不像话 于是快步上前 到天武身边不由分说 就拽起对方胳膊 我送你们回宫 天武没想到老九来这么一下子 一时间没坐稳 倒真被他给拽了起来 不过这老皇帝也算有刚 一反应过来 回首就抱住了边上的一棵树 一条胳膊缠上去还不算 一条大腿也盘到了树上大叫着 撒开 你给我撒开 反了你了 老子说不走就是不走 除了这淳王府 我哪也不去 玄天明倒是把手松了开 转回身看他 陈生问 你到底要干什么 天武达的理所当然 在这里陪着你母妃 他什么时候回宫 正什么时候走 玄天明气得咬牙 母妃什么时候回宫 取决于月寒宫 什么时候修复好 你不回宫里去好好监工 上这儿来凑什么热闹 这里哪有你住的地方 天武回身指着玄天华的正殿卧请 怎么没有 我就住那儿 玄天华府 那儿陈住了 你们两个住乾坤殿 说着又指了指阿恒 丫头也去 好几个偏殿呢 够住的 父皇 玄天华十分无奈 您这样弄 朝政会乱的 虽说大顺现在天下安定 民心平稳 可也经不起这么个折腾法 那些的老臣要是知道 您为了母妃躲在这里 又该联名上折子 说母妃危急设计了 我看他们谁敢 天武眼一利 谁敢我就拍死谁 张远翻了个白眼 满朝文武都敢 你还能都给拍死 祖宗啊 回宫去不行吗 回去你爱怎么折腾 就怎么折腾 好歹您人还在宫里 这要是让别有用心之人知道 您住在这儿 有个闪失差池可怎么整 张远越说越来气 也不顾两位皇子还在身边 干脆就数落起天武来 要奴才说 就是上头没人管你 给你惯的 这要是当初太后娘娘还在 看你敢不敢这般胡闹 天武邓张远 你想造反是不是 知道自己什么身份吗 你跟谁说话呢 说完又冲着玄天明说 老九 你给我抽他 枉死了抽 这死太监 简直没大没小 没尊没卑 他简直没把朕这个皇帝 放在眼里 玄天明切了一声 翻了个白眼 抽人家干什么 人家哪句话说的不对了 还不是为了你好 你自己不拿自己当尊 还想让谁把自己当卑 天武觉得这院子里 简直没有人跟他是一伙的 一时间十分悲怆 这时 一个小丫头从后院跑了过来 到了镜前俯身拜了下 然后道 云飞娘娘说了 如果皇上不回去 他就要搬到郡主府去住了 不在这里了 天武一愣 冲口就到 那朕也去 凤雨恒求饶 父皇 而且还没过门呢 您上未来习府上去住 这话传出去 好说不好听啊 天武答得理所当然 那就不让别人知道 玄天华无奈地道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天武摇头 我不管 反正他去哪我就去啊 或者你们谁有本事 能劝他回宫 那是最好不过了 这话一提 玄天明倒是 真往心里去了 可他跟玄天华 谁去都不太好 这个希望就只能 寄托在凤雨恒身上 二人一起看向凤雨恒 直到凤雨恒求饶 好吧 我去说说看 但成不成的 可不能保证了 说完 由那丫头 领着往后头走 一边走一边算计着 云飞到底是吃软 还是吃硬啊 他到底应该从哪个角度去劝呢 正合计着 隐喉的丫头开了口 聊天一样的道 之前听娘娘说 今日是姚家大少爷成婚之日 说起来应该给郡主贺喜才是 凤雨恒心中一动 姚家 云飞因不明原因 对姚家倒是一直都很关注 或许这倒是一个 可以打开话题的突破口 于是心里有了算计 面上也轻松下来 很是好脾气的 对那丫头说 多谢啊 很快 云飞住的卧颈到了 凤雨恒进屋时 云飞正坐在桌边喝茶 茶水就着凤雨恒之前 看到凤雨恒来了 赶紧跟他招呼 阿恒你快来 这样喝茶很好喝 你也试试 凤雨恒想着 空间里还有两袋可可粉 便想着改日给云飞拿出来一些 但眼下可不是为了喝茶的 他心思一转开口道 今日姚叔大婚 就是我外公的大孙子 娶了左相吕大人家的迪小姐 席间闹了点事出来 阿恒便想着来跟母飞说说 全当给您姐们 云飞本来挺不在意的一副模样 却在听说姚家婚事 闹出事情来时 秀眉微微皱了一下 随即便问 到底出了什么事 再想想 却又思索开来 左相 左相以前不是你父亲吗 怎么 又有新左相了 凤雨恒点头 阿恒也是回京之后才听说的 那位迪小姐是左相府的二小姐 今日已经嫁入姚家 只是 她毫无隐瞒 把今日在姚家发生的所有事情 原原本本地告诉给云飞 她也不怕云飞给说出去 因为云飞这人性格虽好 但也只是对自己人好 对外人来讲 她是有些自闭的 所能接触的人也少之又少 想说也没出去说 更何况 今日之事满朝皆知 那么多参加喜宴的人都 眼睁睁看着呢 想瞒也瞒不住 就只有旅遥完毕仪式算是秘密 她却也相信 云飞知道轻重 果然这个话题是个很好的突破口 云飞听过之后 面色阴沉 游子沉寂了好一会儿 却是说了句 姚显的子孙 怎能容人如此欺凌 凤雨恒紧跟着道 这是其一 其二 那左相府养出了这样的一双儿女 却又媚着良心把这种女人送进姚家 可见那吕家的心思 也不比当初凤锦元好上多少 这样的人坐在左相的位置上 阿恒担心朝中大乱 云飞冷哼 放下手中茶盏 也不知道老头子现在还有没有魄力 收不收拾得了 凤雨恒再道 不管能不能收拾得了 父皇总得坐镇朝堂亲自去收拾才行 可他现在就准备赖在淳王府不走了 而戏实在是担心 如此下去 朝中恐生变数 云飞一正 随即反应过来 你是来劝本宫回去的 凤雨恒轻叹一声 点了点头 是 还望母妃能为大局着想 父皇咱们是管不了了 就只能求着母妃让着她先 别 别跟她一般见识 云飞自顾的想了一会儿 倒是也没直接就回绝 只跟凤雨恒提了一个要求 让本宫回去可以 但有一件事 你得帮我去办 凤雨恒赶紧到 母妃请讲 只要阿恒力所能及 一定照办 嗯 云飞点点头顿了顿道 本宫要见姚显 云飞要见姚显 这个要求凤雨恒并不意外 她只是一直都想不明白 云飞跟姚显之间究竟有何瓜葛 当初她曾问过姚显这问题 可姚显也说不清楚 原主的记忆里 她只能回想到 云飞出入宫里被毒打 姚显曾经为她换过夫 旁的也就没有什么了 可云飞对姚显 似乎有一份执念 这种执念让凤雨恒一直惦记着 却始终不得究竟 眼下云飞提起这个话 她倒是认真地想了想 然后谨慎地问道 母妃 说阿恒斗胆问一句 您见我外祖父的事 倘若父皇知道了 可会不喜 云飞一愣 随即反应过来 这孩子八成是误会了 不由得咯咯地笑了起来 老头子便姚显是论交情的 但对本宫来讲却是长辈 他有什么可不喜的 管得那么宽呢 凤雨恒听他这样说 便放下心来 可是想了想还是道 见个面是没问题的 不过母妃您 还是得狠随父皇回宫 你也知道 姚家正办喜事呢 这几日怕市府上很忙 怎么着也得等新娘子三天回门之后 才能安定下来 到时阿恒带着外祖父进宫见宁 好不好 云飞梅之声 游子和计了一会儿 倒也不再为难他 只点了点头 罢了 本宫回去 这话一出 面上随意之色脸去几分 又换上往日凤雨恒进月寒宫时 见到的那套惯有表情